各位看一下 你再看一下這邊 就是46月這裡 就是現在有了AI之後 之前畢爾蓋斯就在講 如果AI的個人助理問世了 大家可能就比較少機會用到搜尋器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人是偷懶的 你用搜尋器是不是要自己比對 對不對?現在用AI有沒有都要幫你整理好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很顯然你一定比較喜歡人家幫你整理嘛 對不對? 所以搜尋器不會消失 可是以後可能是AI去用搜尋器 而不是人用搜尋器 這樣了解 那未來的AI的發展 你會發現它大概朝這三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我們講的通用型的 也就是說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少子化、老年化 有沒有就是一般的這種需求 也就是說像我們用ChipGT 就是屬於通用型的 那老年化啦 或者是少子化 就會有這種陪伴型的 陪你聊聊天啊 對不對? 陪你做一些事情 那也有另外一種叫專業型的 比如說像我們有一些期刊 我必須要到圖書館才可以用的 有一些工具 我必須要進到公司裡面 你才可以存取這個AI的 那它不見得是人型的 也有可能像什麼機械手臂有沒有 像我們教室現場就有這個上癮的機械手臂 或者是它可能是某些特殊造型的啦 或者是特殊功能的 你必須要到那個場域才能夠用的 所以AI呢說真的 以後就是無所不在 就在我們生活裡面 那可以想見的 它會跟人類共存共榮一段時間 也許是五年也許是十年 但是呢 超過這個時間之後 可能當AI有自主意識之後 又是另外一種局面了 那就是我們人類有需要 要去怎麼思考 怎麼樣去應對這個新的AI時代了 OK好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謝謝